《中壹家》 《中壹家》 我叫中壹嘉 我之前的職業是一名建築設計師 現在是一名全職媽媽 今年37歲 我老公跟我同歲 他是網路的技術工程師 我有兩個寶寶 老大13歲,老二1歲半 《中壹家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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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大石頭,我要把它帶走 《中壹家》 他們下午午睡的時候 我可以休息一個小時左右 晚上他們睡得比較早 我可以有自己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其他的時間都是跟孩子 然後我的媽媽是會每周過來一天 然後我的婆婆也是每周過來一天 然後老公的話 晚上的話可能會陪兩個小時 基本上保證下班的時間 還有週末的時間 可以跟我一起帶孩子 其實我跟我老公都是獨生子女 然後在我們慢慢長大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有認識一些 非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人際關係 更會跟人相處 然後我就很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是知道 不是只有他們一個人 所有的東西不會只為著他們賺 就是我有一個那樣的畫面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想要有兩個孩子 這樣子 愛 媽媽 你不能長年後面 謝謝你也不要睡 最開始比較困難的就是因為 老二來了很多時候我要餵奶 對然後你就不可能去關注她 對然後這個時候就是 要特別在餵奶之前就跟她做預備 就是說 姐姐你看妹妹餓了 一會兒媽媽要餵奶 你可以在旁邊看書自己玩 然後不要來打擾媽媽 就是你要給她做這個準備 讓她知道要給你一個空間 讓你可以專心餵奶這樣子 然後幾次下來 她就不會在你餵奶的時候 總是纏著你 然後到有一次我餵奶的時候 她自己把那個哺乳墊 就塞到我的腿上 就是要 就是給妹妹犒賞的 我就覺得她 開始能夠明白跟接受 要給妹妹餵奶這樣子 沒有 這是我 小心 親親親親 哦 你好 我傻子 最大的快樂就是看到他們彼此的關係 他們會傻傻地看著對方笑 然後會玩 有一些簡單地會玩在一起 對 然後也包括 因為我們兩個孩子是一起睡在一個房間 就會明顯地體會到他們很需要對方 他們不能一個人睡 他們不是只是需要我們去陪他們 是他們需要彼此在旁邊 如果老大不聽話 我們把老大抱出來了 妹妹就會哭 或者哪怕妹妹在旁邊哭 老大也會喜歡妹妹在旁邊跟她一起睡 這樣子 所以就是現在就可以看到他們 有彼此陪伴 跟彼此需要的那樣的一種關係 我覺得是最幸福的 親親爸爸回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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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找爸爸 好 親親 去找爸爸 爸爸 拜拜 到點了老公還沒回家 最讓我崩潰 忙了一天之後到傍晚已經是一個極限了 然後你就很期待可以喘口氣 然後還因為還要做飯啊什麼的 你就希望老公可以回來 然後就是帶他們一下 他有的時候就是工作實在是太忙了 他不知道怎麼結束那個工作 哪怕我說了哪怕他也願意 不可能每次都是准點回家 然後就罰錢會讓我好一點 就罰他的工資 然後讓我週末去吃個大餐啊 或者怎麼樣我就覺得啊好開心 反正做一些補償自己 對 有的時候我也看他每天就是白天工作 晚上就帶小孩白天工作晚上 其實他也挺累的 他有的時候也都做了 然後我偶爾就會說 嗯那比如說星期二晚上 我給你一個free night 你想幹嘛就幹嘛 你可以不回家吃晚餐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老公會聽到 你不用回來吃晚餐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對就是在彼此都能夠 handle的情況下就是給彼此一些自由的空間 但是有需要的時候 還是真的非常需要對方陪伴在身邊這樣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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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茄子 我是能夠讓老大自己睡覺了我才有信心 有老二 我覺得訓練自己睡最大的一個就是他要跟你分開嘛 然後他要習慣自己一個人去一個房間 對所以晚上這個時間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預熱 先給他洗澡 然後會給他講一個故事 然後唱一首一兩首歌 就是我跟爸爸跟寶寶一起 然後在他的小房間 然後就是讓他知道有這些程序之後 他慢慢的要安靜下來 要進入一個晚上睡覺的一個這樣的狀態 我們做完這些程序就會把它放下來 然後讓他自己去睡 他一定會哭 對 因為爸爸媽媽走了一定會哭 從第一次開始訓練就是會 從比較短的開始 可能每兩三天加多五分鐘 很快會延長到半個小時到四十五分鐘 只要堅持這個過程訓練 然後基本上訓練兩個禮拜左右 他就可以訓練自己睡著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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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